十几年前那时候看到美国债务是10兆 前几年是20兆 现在已经快要到30兆了 当这个债务累积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不免的就会产生一些排挤的一些效益 如果继续举债的话 对美金跟美债的这个地位 大家一定会一直的怀疑 这是为什么美国他最近 常常有在做这个债务上限的调高 可是在这么多的这个情况之下 尤其在这么多次的升息之下 这个债息的支出就比较多 让美国政府陷入一些决策 或者经济成长的一些困境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工商时报财经相对论 我是主持人Channy 自疫情以来 美国的联邦债务已经膨胀了50% 占GDP的比重也达到了120% 现在有很多华尔街的大佬都出来警告说 如果债务再这样子一直增加下去的话 对未来的经济跟资本市场 都有可能造成巨大的冲击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前美林私人银行的首席副总裁 以及现任会制控股董事总经理林瑞琪先生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债务的问题 以及债券为什么会跟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 总经理你好 Janny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知道你之前的资历非常的丰富 那包括在美林私人银行担任董事总经理 那因为观众朋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说 私人银行到底是做什么样的业务的 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私人银行的概念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服务比较高资产的客户 那投资股票债券基金这些全球方面的一个投资标的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 像是一些衍生性金融商品结构商品等等 那我们私人银行的客户常常也是会有一些财务上的需求 比如说要把资产传承给下一代公司的股权要做移转 那我们在私人银行这边服务的话 也是要整合一些内部或者外部的资源来协助客户达到这些财务的目标 不过当然核心的业务还是在投资理财给予客户这些建议方面 所以针对高资产的客户他要考虑的面向可能就更多 比如说在风险报酬方面你要怎么样拿捏一个很好的平衡 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这些高资产的客户跟我们一般的小散户 他们在投资的考量上面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主要高资产客户因为他们已经累积了比较高的资产 所以他们在投资上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他们会比较希望一些稳定 然后配息或甚至保本方面的这些投资 我过去在服务的客户来讲对于债券他们就相当的有兴趣 所以也是常常他们会问我一些有关于债券方面的投资 很多问题亲朋好友也会问 所以当时就是动心起念写了这一本 当债券连接国家命运这本书 那这个内容大概也是回答很多客户关于或者是投资人 很多关于债券投资的一些原理跟策略 还有各类债券它会引发的一些金融风暴 一些历史 还有包括一些联准会的决策 各国的总金等等 都希望用这本书来跟大家介绍这些概念 那这也是可能是高资产客户 或者是现在一般投资人也比较兴趣的一个主题 对因为我也是阅读了您这个当债券连接国家命运之后 我觉得对于基本的知识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但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因为过去这两年呢 我觉得大家对于债券这两个字 或者是这个资产的认识度越来越高了 以前可能利率比较低 大家会觉得说投资在股票可能赚的钱比较多 可是在现在是一个比较高利率的时代 那大家会觉得说我今天可以拿到更高的利息 而且又可以保本的话 那当然可以作为投资组合里面更好的一个选择 那因为您是债券的一个专家 想要请教您 很多人在过去这一两年呢 他投资债券 目前的账上有可能是亏损的 但是他还是有利息的一个收入嘛 那您在评估债券的时候会使用哪一些指标 或者是我们更应该看重的关键是什么 OK Jenny说的没有错 就是前几年我们在投资债券的时候 大概只有一两%的这个支利率啦 那现在因为经过联准会的连续性的升息之后 现在债券以投资等级来讲 这支利率可能都有5到6个percent左右 那债券的这个支利率的一个概念 就是等于说债券持有到到期平均的年报酬率 那在债券到期之前 其实它的价格可能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上下的波动 那这个评估的一个标准 大概就是我们用喜欢用这个duration 就是债券的存续期间 年期越长的一个债券 这个duration 存续期间越长 越短的话就越低 比如说以一个十年债的一个 存续期间来讲的话 大约是在7左右 意思就是说当市场的利率 比如说美国的公债值利率 从4.5掉到3.5 假设掉了1个percent之后 这个债券的价格就会反弹7个percent 然后如果是市场的利率 如果上升的话 比如说从4.5跑到5.5 那这个十年期的债券的这个价格 可能就会跌7个percent 所以这个存续期间的概念 就等于是债券价格 对于利率一个敏感度的这个反应 所以我们在投资债券的时候 我们就要关注的 就是利率到底是上还是下 当然影响利率的 刚刚您提到有什么关键指标 我们可以去观察 当然相当的多 比如说通膨 失业率 PMI指数 经济成长 这些等等都会影响到 这个利率的走势 作为一个投资人 或者说作为一个分析师来讲 我们也可能不用研究这么多数据 因为有一个机构会帮我们去做研究 然后它也是操控利率到底上还是下的 这个就是美国联准会 它会综合的这些通膨数据或者就业数据来判断 它的利率是要往上升还往下降 像您刚刚提到就是说 去年大家这个连续升息的时候可能债券的账面上会出现亏损 前一两年因为联邦基准利率提到5.25到5.5 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这个短期利率上升可能也会带动长期利率上升 这个存续期间的概念 当这个利率上升这么多的时候 债券可能就不免的会跌得非常多 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判断的时候 我们会去观察说 这个联准会它到底操作的意图到底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指标 那前一两年当然他们就是为了要压低通膨 就算是经济衰退他们也在所不息 所以在这样的这个过程中 那我们可能对于债券的投资就要比较谨慎 也许不要投资债券 或是我们投资一些短期一点 像我刚刚讲的存续期间比较短的债券 也许一年到期 反正它到期之后 升完息我们可以再投比较高的债券 所以今年大家就预期联准会很有可能会降息 但是因为不确定性其实蛮高 本来大家预期今年可能三月就要降息 后来变成七八月 现在可能变成九月 可能或者甚至有一些分析报告 甚至是不要降息 反而可能会升息 主要联准会还是要看这个通膨的数字 所以我们在评估这个联准会的意图的时候 我们可能同时也要在债券投资方面 也要评估自己对于这个债券投资的风险接受程度 比如说如果比较保守的投资人 那我们可能就采用阶梯式的投资策略 买一些一年两年三年到期的债券 那一年之后 这个一年到期的债券到期了 两年变成一年三年变成两年 然后一年的这个债券再投资三年 这样的投资策略的话 就是确保你的殖利率 你的投资报酬率可以跟随着市场的利率走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 投资人会觉得说 既然可能会降息了 我如果这样子做的话 降息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到存续期间 越短的话 它越不会上涨 所以有些投资人可能就可以采取一些 雅铃式的操作策略 一部分买短债 一部分买长债 在降息的时候 长债就会上升比较多 那如果真的不幸继续升息的话 那短债的部分也会有一个价格方面的保护 当然还有很多投资人会更积极一点 他会觉得说 连准会已经升到20年来利率的新高 之后再升息的空间比较有限 降息的空间比较大 所以这时候可能就会把这些投资的资金 都放在长期的债券 等待它降息 我们刚刚讲到殖利率配息的概念 就算在等待的时候 债券还是会持续的配息 那如果说真的开始降息的时候 这些子弹型策略的投资人 可能就会有比较高的获利 不过这个还是要看每个人 风险承受的程度 所以刚刚提到说 我们在投资债券的策略的时候 要关注哪些关键指标 我想最主要就是观察 联准会的一个意图 跟它的动向 它每一个半月左右会开一次会 开会前会有一些前瞻指引 跟一些官员的放话 在开完会之后会有主席的一个总结 跟一个点证图跟未来的一个预测 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观察 投资债券的一个指标 听您这样说的话 其实投资债券 也是有蛮灵活的策略可以去选择 最主要的还是投资人 它的风险承受度 你接受波动的能力有多少 你可以选择用阶梯式用子弹型 或者是用杠铃式的方式去选择 可是我这边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常常讲说 债券通常是美国公债 它算是一种无风险的资产 那在您的书里面 其实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升息的时候应该买短债 在降息的时候应该去买长债 那除了公债之外 现阶段算是布局公司债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吗 对我觉得现在因为升息 已经升到一个阶段了 那利率在往上空间比较有限 如果降息的话 反而债券价格会上涨 这时候算是投资一个公司债很好的时机 不过风险当然是公司债 您要投资的是高值利率的 这个高收益债券 所谓的垃圾债券 投资等级比较低的 还是要投资投资等级比较高的 因为这个话会有差别 就是说当这个市场 假设我们现在是预期是一个软着入的状况 比较有可能 就是经济不会陷入衰退 那在这样的这个情景下 也许这两种债券都会有不错的表现 可是万一经济是一个衰退的这个情况的时候 这些高收益债券就可能会有一些违约的风险 因为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这些公司可能就没办法还债 或者说信用比较差 利率比较高又还不出来 那所以可能就会发生倒债的情况 那投资等级比较稳的公司呢 它反而可以比较抵御这样的这个风暴 而且联准会在经济衰退的时候 它可能降息的幅度也会比较大一点 那对投资等级的一些公司 它的表现会相对比较好一点 所以还是稍微有一些区别的 我们刚刚提到很多债券的类型跟投资的方式啊 那有两个关键字就是降息这件事情 会去让债券的价格有所提升 但是大家现在想到联准会要降息啊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经济衰退嘛 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经济还是处在非常强健的一个状况 以前大家都会用值利率曲线的倒挂 来预测说未来有可能会经济衰退 但是现在这个最重要的指标倒挂呢 已经超过了一年半都还没有发生衰退 不知道你怎么样看待这种比较不正常的现象 一个正常的值利率曲线应该是像这个样子 就是等于短期的利率比较低 长期的利率比较高 这也是符合逻辑啦 因为长期的利率 因为有一些通膨啊这些风险 所以长期的利率应该比较高 那为什么会出现倒挂的现象 倒挂就变得是短期的利率比较高 长期的利率比较低 那当然这主要的原因就是联准会要对抗 通膨然后来对利率做一个连续性的升息 因为美国联准会它在做这个升息的时候 它是操控短期的利率 它是希望用短期的利率 透过市场的一个机制 然后来影响长期利率 这是一个资本主义运作用市场机制的方式 所以它升的是短期的利率 当短期的利率拉高的时候 而且很快速拉高的时候 大家就投资人就会开始预期说 那未来是不是会有经济衰退的状况 经济衰退那联准会是不是就要降息了 所以就会出现这种短期利率比较高 长期利率可能会降息 出现一个倒挂的现象 那过去确实很多的报道或者分析报告 就会说过去发生这种情况 大概就要出现经济衰退了 那我们在做投资就是常常会觉得说 凡事都有例外 那这个就是例外的产生 也是常常会出现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 那我个人的解读是说 因为美国在这个AI科技的成长 可能带动了一些经济的韧性跟强韧 还有经济的这个成长 就是说当在升息的过程之中 应该是会让这个通膨压下来 但是同时也会让经济降温 甚至让经济产生衰退 可是我们这两年看到的这些就业数字 这些就业数字还是非常的好 比如说失业率 美国一直都维持在4%以下 等于说我们看到很多的数据 在升息之后 经济的成长并没有被打下来 这个我的解读是美国的在这些 可能是在AI或者是科技的成长方面 然后推动这个经济的这个增长 那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数据是 这一年半里面曾经有出现过 倒挂比较严重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以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来讲的话 过去有出现比三个月的 美国国务券殖利率低2%的状况 等于这倒挂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但是目前大概已经缩到1%了 这也是大家去年预期2024年的时候 本来应该会是一个硬着陆 会一个衰退出现 后来随着这些数据 大家觉得可能是软着陆 那今年开始有报告写不着陆 no landing 就变成说经济会变得很好 所以这个我也是觉得说 这一次殖利率曲线倒挂 并没有出现经济衰退的原因 可能是美国这个的生产力 还有就业市场还是很强劲的因素 其实我觉得对于未来的经济走向 大家都有很多的猜测 比如说也有人认为 现在不是不到是时候未到 如果你去看经济数据的话 像美国的消费感觉 好像有开始降温的一个倾向 可是现在的通膨 又还是处在一个比较高档 我们未来会不会真的就是 延续目前的一个高利率 而且也是维持在一个较高通膨的一个时代 目前我看的这个数据来讲 我觉得这个几率可能会比较低一点点 因为现在通膨的数字确实有 因为连续的升级而降下来 像过去我们有看到8% 9%的CPI数字 那现在最新的CPI数字大概在3点多个% 当然联准会的目标是2个% 那还是有一段距离要努力 不过看这样的这个趋势下来 这个利率的下降 应该在未来会逐渐的实现出来 所以在通膨也逐渐受控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高利率高通膨的这个时代 可能已经过了 现在算是一个比较安全 然后真的可以软着陆的一个期待 对对对 当然最好的情况就是软着陆 软着陆因为就是经济比较成长没有这么多 那通膨又受控的情况之下 那联准会有时候会预防经济不好的时候 它会开始产生降息 这也许是对股债比较好的状况 像前一阵子大家会觉得说 不着陆no landing 经济很好的情况之下 这可能对股市不错 可是对债券可能就不好了 因为经济很好的情况之下 联准会不需要降息来刺激经济 那不需要降息的话 债券就没有一个上涨的空间 那另外一个去支撑美国经济的说法 当然就是美国的政府大撒钱 它的支出越来越多 去垫高了经济的成长 如果我们看过去比较长时间的记录 在疫情之前 08年之后的金融危机 其实几次的QE 已经让美国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 已经升到了4.5兆 那到2020年或者到现在呢 都还有7兆多的一个水准 那如果这个债务钱持续的堆下去的话 那对于经济 是不是也会造成什么样负面的影响 当然这个如果债务持续的上升的话 那当然对经济会有比较不好的一个效果 我记得好像十几年前那时候看到美国的债务是10兆 前几年是20兆 现在已经快要到30兆了 当这个债务累积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不免的就会产生一些排挤的一些效益 比如说政府如果说要做一些投资的时候 大家也会担心说这个债务这么高的状况之下 是否还要继续举债 如果继续举债的话 对美金跟美债的这个地位 大家一定会一直的怀疑 这是为什么美国它最近常常有在做这个债务上限的调高 就是说当然美国会希望说财政方面能够有盈余 收入大于支出 慢慢把这些债还掉 这样子才是一个长久比较发展的状况 可是在这么多的这个情况之下 每年美国政府要支出的债务就会变得非常的高 尤其在这么多次的升息之下 这个债务的支出就比较多 比如说这个就会让美国政府陷入一些决策 或者经济成长的一些困境 比如说现在美国为了要更有竞争力 或者是说抵御其他国家一些科技的这些发展 然后采用了一个晶片法案 然后要补贴这些半导体的公司到美国去设厂 可是它补贴的话就变得是说 它的政府的财政支出又要增加 这样子就跟它的这个还债的这个目的就会相抵触 可是如果你不还债的话 大家会对美金跟美债又慢慢会失去信心 可是如果你很积极的去还的时候 那你又不能够投资未来 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 或者保持竞争力 我在书中有个例子 可能这样子让大家会比较有一个感受 我在书一开始会有写到一个 就是假设我有50万的资本额 我要创立一个公司 那我可能每年赚100万 可是如果我要赚更多的钱 那我就要筹资 再来赚更多的钱 那我有两个方式 在资本市场 一个就是发股票 可是我又不想跟人家分 分这个跟股东分享这个利润 所以那我就选择发债 那在利率比较低的时候 我就一直发债 发债我只要发债50万 那我可能就做100 就赚100万 那我就不停的发债 不停的发债 那这样的情况就会让我这个公司 杠杆变得非常高 债务非常大 那当经济情况比较不好的时候 或者升息的时候 那我可能就是入不敷出 我就没有办法去还债息 所以这个就是说 对于公司长远的发展 可能就会比较不好一点 甚至会发生倒闭的这个情况 那用在国家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 所以债务过度的增加支出 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 绝对是不好 那这边我觉得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 我如果一直发债 可是我把这些筹集来的资金 去投入在有生产力的地方 比如说像AI科技 它可以创造出 以公司来说就是报酬 然后让我的国家有税收 或者是有一些生产力的提升的话 这样老实说对国家或公司来说 都是好事 对这个就是说适度的举债 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 绝对是有好处的 就是说我的钱不够的时候 我发债可以让我赚更多的钱 这样子发债其实就有意义 可是凡事大概都会有一个极限 但是如果说举债过度的话 就会变得是说会影响到 未来的这个发展 或者是大家对于这个公司的一个信心 那现阶段通膨已经开始降温了 像您刚刚说的嘛 那在通膨降温的同时呢 过往我们大举债 都没有造成通膨的再次上升 所以是不是也代表说 其实这样的一个资金泛滥啊 在某个程度上来说 好像又是可以接受的 没有造成通膨哦 可能有很多的原因 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例子 但是我觉得很能够感受这个 为什么大量的做QE 大量的宽松货币之后 居然没有这个通膨的这个现象 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世界就只有生产10支iPhone 然后市场上的这个美金的发行量只有100块美金 那这样每个iPhone就是10块嘛 那当美国政府要做这个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 可能100块的美金 他现在印钞变成500块美金 那如果这个iPhone还是只有10支的话 那就产生通膨了 因为一只iPhone就变成50 可是可能因为科技的进步等等 让这个iPhone的产量可能变成 从10支变成50支 那这样500除以50 每个iPhone还是10块 所以大量的这个QE 不一定会造成通膨 是因为如果有生产力的提高 可能会抵消通膨 但是当然不可能生产力这么倍数的提高 尤其这几年的QE 那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油价前几年是100多块 现在降到7、80 这个也有助于缓和通膨 那另外像比如说中国产生的 生产的东西是又便宜又多 那他把这个通缩输到全球 这个也有助于以致这个通膨 所以这个QE或者是量化宽松 不必然一定会造成通膨 我们刚刚主要呢 都是在讨论美国的联准会 他的货币政策跟目前的经济情况 那我知道在您的书里面呢 其实也有针对其他的央行 然后他们的决策去做一个讨论 在每一个央行呢 他们都有自己的困境或者是挑战 需要去做一个克服嘛 那也有可能在权衡之下呢 往往会做出错误的决策 比如说在欧元区 因为欧元区他本来就是多个国家去组成的 那欧洲央行他在做他的货币政策的时候呢 没有办法面面俱到 那是不是也会去导致他们在挽救经济啊 或者是在做货币政策的时候 是比较困难的 对 我在书中也有提到 就是欧元区 它是一个比较畸形的一个结构 它是有统一的一个欧洲央行 来执行货币政策 但是因为各国的财政状况都不一样 所以他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的政策 比如说在2008年金融海啸发生的时候 美国很快的用宽松货币 跟扩大财政支出来救市 这时候欧洲央行就只有用货币政策 我在书中打趣的是说 美国好像有两条腿可以去跑 去躲避这个危机 那欧洲只有一条腿 那另外一条腿被马斯锤克条约给绑住了 因为为了要稳定欧元 当初各国在欧元区的国家 订立了马斯锤克条约 就是说各国的财政的赤字 不可以超过GDP的3% 公共的债务不可以超过60% 那在各国状况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财政政策就很难使用 但欧洲的情况目前有比较好 也许是经历过一些欧债危机 在财政方面有做一些整合 即使就是像美国这样子 一个国家可以决定自己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其实美国也是累积了这么多的一个债务 面临到现在这样的困境 所以即使我觉得欧元区 能够在财政政策上做进一步的整合 也不一定能够摆脱 一些结构型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在书中不停的强调是说 要恢复经济的增长 或者说有长远的经济的稳定 可能要进行一个比较大的 结构性的一个改革 所谓结构性的改革 像欧洲的福利制度其实是很好的 那这个也是一个政府 比较大的一个支出 这个方面需不需要做一个消减 那还有就是说欧洲的这些公司 产业有没有一个比较创新 可以推动这个经济可以持续发展 公司可以持续获利的一个方式 像美国它当然就有很多的AI大公司 还有这些科技很厉害的公司 这些的盈余 还有给政府的这些税收 对于经济的这些助力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帮助美国可以持续经济向上的一个部分 那欧洲这边的话可能要跟上美国 可能要多做一些结构型方面的改革 这边有一个比较矛盾的点 也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常常有人问到的 他就说为什么欧洲感觉通膨也比较高 经济感觉也比较差 目前看起来货币政策也还没有要转向 但是欧股的表现 在某一段时间却表现得比美国市场还要强 这个有时候资本市场是这样子 就是短期内的表现有时候比较不一定 就像我们以前看过一本书叫一个投资者的告白 他说经济跟股市就好像人牵着一条狗一样 这个人是经济 狗是股市 那有时候狗跑在前面 有时候在后面 他跟经济有时候没有这么的这个同步 那欧洲其实在过去的股市表现可能没有美国这么好 最近可能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转变之后 比如说希腊他已经脱离了欧债危机这种比较违约 还有一个不好的这个状况 那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些改变可能会有给予一个比较大的一些肯定 所以可能这样的这个资金投资方面把这个估值短暂的炒得比较高一点点 我们现在其实在比较欧洲跟美国的估值 又稍微觉得欧洲的估值好像稍微有点贵了 所以如果没有特别的一些产业上的一些创新或一些结构性改革 也许在时间拉长一点 美股可能还是有机会再超越欧股 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短暂性的一个现象这样子 就是长期的话 其实股票市场的表现还是要回归到整个国家或产业的基本面 这样子才可以报的比较长一点 是是是 那除了欧洲央行之外啊 我觉得台湾人他更关注的搞不好是日本央行的一个货币政策走向 因为从2012年安倍经济学然后三支建啊 然后开始去让日币一直维持在很弱势的之后呢 台湾人也常要去日本玩 在最近的日元呢表现也非常弱势 不知道您怎么样去看待安倍经济学 他的一个后续表现或者是他的一个成效是如何 老实讲我觉得安倍经济学对我来讲 我的解读是普普通通啦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安倍经济学主要就是三支建嘛 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然后还有就是财政政策 再来就是推动增长的结构性改革 但是其实我们刚刚也一直提到就是说在持续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之下 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 那安倍的经济学呢我觉得他设的这个建呢太过强调于第一支建 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而最该重视最该失利的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改革 他相对的做的比较少 也不是说没做 只是说第一支建实在是太耀眼了 太耀眼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会比较忽略结构性改革 如果经济跟股市都已经很好了 那谁要做结构性改革呢 对不对 所以但是这个结构性改革不做的时候 在我们所谓的宽松货币政策QE 它是一个非常规的一个政策 在这个政策实施之后始终要回归常规嘛 但如果回归常规之后 等于说这个利率正常化 然后把市场上多余的钱收回来之后 这个国家的经济跟股市是不是还能够维持继续下去 这时候就要看他的结构性改革是否有成功 所以老实讲我觉得安倍经济学 它只是一个顺应潮流的一个做法 不过确实短期内有取得一个成效 至少它在现在我们来看 它结束了日本失落的30年 GDP通缩这个情况都有稍微改进 尤其大家最关心的股市 它也一直的上涨 上涨的幅度也非常的高 不过现在开始要结束这个宽松货币政策 这个之后不知道结构性改革没有做的情况之下 之后的表现是不是会继续好下去 这个我们就要再多观察 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日本市场啊 感觉有蛮多的期待 第一个当然就是它的通膨期来了嘛 它结束了它八年以来的一个 负低率的一个时代 那再加上日本的政府现在也很积极的 想要去布局AI啊 比如说它可能招了很多的半导体厂商 到那边去设厂 然后也给予了很多资源跟补助 在他们的企业体质调整上面呢 他们也说日本的企业现在开始 比较注重股东权益了 像巴菲特它也有去投资日本的五大商社嘛 那不知道您怎么样去看日本在未来 它的一个资本市场发展 会不会真的还有进一步向上的空间 我的感觉是说 在这个货币政策还没有很明显的转向之前 日本的股市当然还是会有一个荣景 就是在宽松货币政策继续维持之下 其实安倍晋三在刚开始实施这个 大胆的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 他把通膨的目标瞄准2% 这个其实算是一个蛮积极的作为 因为日本是长期的通缩 然后要把目标变成通膨2% 从通缩变成通膨2% 这个货币政策的力道是要非常的大 所以当时2012年13年的时候 当时的日本央行行长白川芳明 他并不赞成安倍的这种做法 他的通膨的设定目标是1% 那当然这个安倍不认同他的这个做法 所以当时2013年的时候 白川芳明他就辞职了 那就换成这个黑田冬燕 那接下来的故事我们大概都很熟悉了 这十多年来这个黑田冬燕 就是忠实的执行安倍经济学 大胆的宽松货币政策 然后把日本的央行资产负债表 弄到这个很高的一个水准 当然现在各国开始要慢慢来利率正常化了 经济也稍微比较上轨道 所以去年的日本央行行长 换成这个直天河南 当然大家对于他最期待的一个工作 尤其有投资日币的 买日币希望日本升值的一些投资人 就是会希望说他把这个日本的利率还有货币正常化 可是多次开会之后都发觉说他每次好像希望他结束负利率或开始要升息 但是都还迟迟没有做 直到今年这个负利率才刚结束 可是结束之后呢 他还是暗示这个市场 好像宽松货币的政策还是会再持续 我只能说在这个利率正常化过程 非常的困难 尤其他们累积了这么多年 十几年 他不像我刚刚提到美国在2016年到18年有经过升息缩表 测试经济的韧性 而且尊重市场的这个机制 那日本的这个央行 他不但累积了这么久的这个量 而且在价方面 他也是有点控制狂的一种做法 就是说我刚刚提到美国的联准会 他是控制短期利率来影响长期利率 那日本的央行在这几年 不只是操作短期利率 他也操作长期利率 所以这个长时间的这样的这个扭曲 在未来要做更正的时候 可能会有很大的副作用 比如说企业可能就没有办法适应 以前我都是低利率 刚刚也举一个例子 如果一直在低利率下不停的筹资 累积很多的债务之后 一旦这个利率开始上升的时候 会不会赚的钱没办法去还这个债息 这些企业会不会经营困难 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于日本 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但是在这个情况还没有开始之前 货币还是继续宽松的时候 日本股市确实还是可能有融进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要观察 这个情况会不会持续 或者说日本政府或企业 日本股市的下跌 但是也有人会担心的是 如果今天日元升值的话 海外资产的回流 有没有可能会造成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动荡 其实一个国家的货币的升值 不必然一定会让这个股市下跌 我们可以看美国前两年的这个例子 那当然美国在积极升息之后 其实股市在去年还是表现得很好 这些AI还有科技大公司股价一直还是推到新高 所以即使美金在经历升值 只要这个企业有足够的增长的动力 还是有持续的获利的话 还是有可能会让这个股市持续比较好 但是回到日本 日本的情况也许比较不一定 您刚刚有提到很多 像日本也开始做一些企业的改革 还有一些这些AI的这些投资半导体方面 比如台阶线去凶奔设厂 可是好像我们比较少感觉到 它有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创新的大公司 可以推动大企业的一个成长 或甚至推动经济的成长 日本好像还没有一个这么一些 像美国这个所谓的科技七雄 所以刚刚也回到你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利率上升的时候 会不会让这个资金回流 也是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主要还是要看这个地方值不值得投资 如果利率的升值导致于他们的企业跟人民 没有办法适应这个利率的正常化 经济反而不好 企业没有办法持续的创新 然后又因为日元的升值 可能会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 钱都是往会获利的地方去嘛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也许钱也不一定会流到日本去 那我们目前可以看到在通膨趋缓的情况之下 各国的央行应该都会逐渐的去做转向的动作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黄金的价格 在这种宽松的预期之下呢 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嘛 不知道您怎么样看待黄金后续的走势 那它能不能作为我们资产配置的一个选项 黄金我觉得蛮适合作为一个资产组合的一个配置 只是说比例的多少来讲 那现在我会觉得这个不确定性比较高 因为过去在这个量化宽松的情况之下 美金啊日元啊欧元啊各个政府不停的印钞 大家都说那我要有实体的东西 比如说像黄金这样子 可是现在我们刚刚也提到 美国开始做缩表的动作 这个对黄金来讲算是一个比较负面的 如果说我还是持续的做宽松货币政策 那等于说这些美金 因为黄金是以美金报价为主嘛 那如果美金开始在做缩表的话 黄金的这个价格好像就有一个没有很好的支撑 但是同时间如果美国开始做降息的动作的时候 也许这也是稍微又开始创造 一个资金稍微比较宽松的一个可能性 这对黄金也有可能是一个支撑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它适合当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部分 原因就是说它有时候跟股票跟债券的联动性 并不是这么强 有时候我们在投资组合配置的时候 不希望每一个资产的都是一个走向 这样会影响我们对于这个资产配置的一个信心跟耐心 如果全部都一起跌的时候 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害怕 那黄金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好 跟这两个关联度也许也比较没这么高 尤其有时候又会碰到战争 战争的时候大家对黄金的需求就会比较高 我们刚刚也提到说 今年也不一定真的会降息 那联准会还要再看这些通膨的数字 那如果通膨真的又起来的时候 黄金也可以当作一个资产组合的一个避险的一个配置 所以我是觉得不确定性蛮高的 但是是适合做一个资产组合的配置 来让资产组合更加的稳定 我们刚刚从一开始了解了很多不同的资产特性 然后再加上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 在您帮高资产客户规划他们的资产配置的时候 大家一定也很好奇说 那您本身自己的资产配置是怎么样去做分配的 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目前的一个投资组合 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占比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我个人刚刚也蛮强调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组合 那我当然是希望不管是客户或者我自己 我这个资产配置能够长远的走下去 能够有稳定的报酬 利用复利的这个效果 然后来让资产做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这样的这个概念之下的话 我不会单压一类型的这些产品 像简单的来讲 我现在的股票配置大概是在四成左右 那债券大概在三成到四成左右 然后也留下一些现金的部位 当然我有一些是有一些私募基金属于比较另类投资 我们刚刚提到黄金 比如说就可以归类在这个另类投资方面 那债券方面的话 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去年连续性的升息 所以我去年的时候 在债券方面比较多是短债 比较不会受到这个利率上升影响太大 那到期之后或者是说今年比较看好可能会降息 我逐步的把这些短债换成长期的债券 但是实际上呢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今年要降息的这个幅度还有时程表非常的不定 所以我是可能每隔一段时间把短债换成长债 那也留下一些现金 看看有没有比较好的机会再加码债券 当然我的想法是觉得说 今年如果不降息的话 明年也是还是有可能会降 那就算不降的话 其实升息已经升到5.5个percent 等于算是近20年来的这个新高 再上升的空间其实比较有限 往下的空间比较大 就算没有真的降 没有升降息的话 那我也收这样的这个殖利率有5个多percent 不过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关联度不要太紧密 所以我这些债券都是投资等级的这些债券 因为如果是像一般大家喜欢投资 高收益方面的话 虽然利率比较高 但风险也比较高 而且它跟股票的联动性比较强 所谓的高收益债券就是投资等级比较低的 当然在经济好的时候 它就跟股票一样 可能就会比较不错 经济比较差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有一些违约风险 所以它变得跟股市的走势会比较类似 但是投资等级比较高的债券 甚至公债的话 在经济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 除非真的是很差 不过如果在比较不好的时候 反而是联准会需要降息 而且品质比较好 它可能比较会有上升的机会 这时候你的资产就会有一个互相的连结性 没这么强 所以我们资产配置是希望能够建立长期看好的资产 然后联动性不要太强 然后保持着让你觉得持有这些配置的一个信心 长期其实比如说如果能有5到10个percent的一个报酬率 我们假设抓个7个percent 经过复利的效果 可能10年的资产就倍增了 我是发现很多投资人有时候会 因为市场的荣景 觉得很想去投资 那一下子就太过积极 我觉得市场很好的时候 一下子就买股票 刚好买在不好的时候 尤其像比如说2008年的时候 一买一投资的话全部买股票 可能当年就赔了50个percent 赔了50percent要回到本金是要上涨100percent 但是你跌了50percent之后 通常也是没有信心再继续持有 可以恢复100percent的这种投资组合 所以在这样的这个状况之下 我会比较建议投资人也许就是说 在资产配置上建立一个比较稳健长期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方法 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觉得这一段真的非常的受用 因为现在的市场 真的还是存在蛮多的不确定性 但是每个人都还是需要持续的 去投资在市场上面 你要怎么样把你自己的资金 做更好的配置 而且是在你可以承受的风险之下的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总经理 他到我们的节目来 跟我们分享跟债券 或者是跟全球市场的基础知识 那相信在总经理讲完之后呢 大家对于债券或者是当前的经济情况 也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看完今天的分享 不知道你会怎么样配置你自己的投资组合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 欢迎在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工商时报财经相对论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